狗都不玩的地图 狗都不玩的地图 特别是那张星级最高的 叫狗都不玩的图 狗都不玩 赶紧压一下兄弟们 这把开始就封盘了 还没有压竞猜的兄弟们 压一下左边凌青右边封仔 赶紧压一下solo谁会赢 已经封盘了 开太慢了 有些都还没压 好 第一张图那两个人都是冰坡的 两个都是冰坡 天死之雨 天死之雨 起步贴贴 银行起步要快点 银行感觉心情很平静 很平淡 这也是他今天想要 这也要慢一点了 啊又单喷 乱了一点 而且银行的这张图 即使是特别猛 卡器 然后一个顺侧 wcw 好这边一个顺侧快出空喷落地 再来个点飘 wcw 银行自己主动的失误了 我操银行现在真的是有点 稳不住感觉啊 这个距离应该是挺远的 好银行又想内道去卡 这边暴力如安 cw 好看看这个点飘会不会被带到啊 这个点飘千万不能被带 没被带到314的速度 再来个双杀点飘 顺侧快出 反方向再来个衔接 wcw 跌喷 好看看这个摁拐了 这个摁拐了 我宁清完美路线 风仔路线歪了 那怎么说 这里个暴力如安 wcw 想卡内道 风仔这边到底是谁 谁前谁后又被卡了车头 宁清这么车头被卡了 要撞了吗 不用做 wcw拖肩 这什么细节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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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叠了个 wcw 我靠这一波 wcw接那个慢中猪 好快啊 就那种惯性出去 对好快好快 最后真是真的快 哦 就没挡到 没挡到宁清 我觉得那个位置 会把宁清挡到的 对啊 我也觉得会挡到啊 转向失速更大 其实落地的一瞬间 我感觉风仔好像在前面 好像是 对我觉得最后 最后下去那一下 风仔在前面 嗯 也有可能是 在转向卡位的过程当中 宁清要么是走线更短 要么呢就是碰了一下风仔 造成风仔了一瞬间的减速 但这个 我觉得放慢0.5倍可能都不够了 就真是从最后 尤其那个飞跃过来之后 俩人看起来就是差不多的 对 0.03 嗯 哎呀 对正座而言的话 这个差距就是 就是 它可以无限效 我最后这一波得看一下 有个弹幕我就觉得 挺奇怪 嗯 它说主播你能不能声音小一点 我们要听解说 那解说 谁是解说 谁是解说 这是一定的 来我们直播间难道看那两个 难道来我们直播间还要听官方解说吗 我巴不得把他们声音都搬了 我操 我们两个看到 要是有E OB位 要是有纯净流我肯定推纯净流的 肯定只是靠前一点点 也不多 对 不过正常来说 双方如果要是一碰撞的话 前这位应该有挡了这样的一个优势 我忙了一下 这个是CWW 没错 哦哦哦哦 凝青是重开 WCWW 可能是没坑了吧 应该是 哦真没坑了 诶 哦确实 我刚好是一个WCWW救了他 对 凝青没管 他就压根没动 对 然后是公仔是找的凝青 对 结果反备凝青 其实一直拐一直拐 反倒有点失速的 一路向前 OK 两个人都是月影 冲了 那有可能领先的0.01 诶对 诶 一路向前 凤仔选呢 一路向前 这两个人会打的特别激烈 因为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这张图都特别屌 特别是凤仔 凤仔最近这张图很猛 诶 单测吗 单测很起步啊 什么意思啊 被凤仔的车身被挡得 完全挡不出来 嗯 目前来看凤仔的起步 好像确实要 好 重新放弹器啊 这边直接延续 顺测快出 再来个刹车 点飘 卧槽 又是 诶 诶 真有研究吗 不是 我觉得他这个 并没有外切内 直接不顺测来得稳啊 对啊 诶 凤仔这个理解是变了嘛 好 这边凤仔应该是马上就要 他个影子有失误的 影子有失误的 那这样的话 封仔应该是有一个零八小的一个成绩啊 暴力入弯 反向 诶路线崩了 那这边用一个延迟弹射啊 又被影子反超了 这把应该是零八中零八点五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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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零八点九五零八点九五 我想到一个各有意思的说法 都是零八 那好歹这把宁青是理解有问题的 985 这把好歹是理解有问题的 嗯 其实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宁青要选择内线内啊 而且起飘不用顺侧 对啊 就不用顺侧 然后空中还不用压车 空中不用压车 对 就中间那个地方也不说不用压车 放掉氮气以后再按掉刹车 一直按着 然后搓就是搓下去最后那个小小散坡 然后他就下去基本上那个路线是正对着的 而且还有一个在空中放氮气 他最后一下有个加速带 他会有一个黄色氮气 会导致你下去出弯以后 你可以提前去开启氮气 你不用去等那个氮气去结束啊 不用不用等那个加速带的效果去结束 对 就是俩个人车给我招过 对 而且宁青今天2V的时候 那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也是 我们看到的那个路线也是内切内三重断空标 也是内切内顺侧起手的三重断空标 也是失误了 应该是平时有研究 有研究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操作 你像我们一路向前也是有说法的 对不对 我之前沙尔也是070707 但是我用的那个是 也是跟风仔这个是一样的 也是外切 我是基本上不会去用内切的那个手法 我看你这张图跑的厉害的 你要施老表这张图他也是用外切的 他也不是用内切的跑法的 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吧 因为其实他在这张图 最主要就是那个连续断空标 那个节奏问题 其实那个节奏啊 它是 打完这把提前开过甩路 好 哪怕你是国服哥 送去大的 这波不值得开一波吗 这波提前开一波 它是起飘加上 今天时间真的特别早啊 现在才8点20分啊 直播间人线都还没上去 才6400个人线的直播间 它起飘路线其实是很极限的 但是第二下它是没飘起来的 确实就是因为地价飘太轻了 第二下没有保持住向左飘的一个状态 主播我是新手 这两个选手很厉害吗 主播我是新手 这两个选手很厉害吗 你来解释一下 我就按照 兄弟们直播间弹幕说的 这两个选手 直播间兄弟们的水平 弹幕说的啊 不能灌火啊 没毛病 没毛病 在联赛它确实很强 但这里是你的直播间 哎 没错啊 弹幕都回复回复那个那个人 二线选手 那问题来了 那这个比赛的一线选手在哪里呢 有个更过分的来自 看不起我们 这两个选手跟你们对面还看不起我们 就得离谱了兄弟 这下的确实太重了 倒白电杠 太离谱了 你这 好激风机场 懒 19.93 19.73 两个人的成绩说实话都不快 因为激风机场已经打了这么多遍了 也是 打这么多遍了 他们这个成绩绝对是不快的 最起码来个18 最起码来个18 小玉那个月影都跑到18了 对啊 月影都跑到18了 那这把应该18了吧 因为你要知道啊 这个这张图实在是可以17的 谁出去谁要吧 对对谁出去谁要吧 17咱们就不做要求了 因为确实比较难啊 好 顺测 这硬挤过来怎么挤过来的啊 明星他想守内道 但这种东西也就是说 这种守内道也是要看 看运气的是吧 再来个甩尾 这路线蒙了 一看这路线蒙了 其实就是甩尾的一个角度没出来 没有出角度知道吧 这个角度没出来 这张图仔看一下这个大失误点 这个大失误点看一下他处理 哇好极限 这个弯我看到他切那个直角了 哎呦 WZW 路下崩了 空气墙把他吸过去了 那里接着是有个空气墙的 那个地方不是空气墙 那个地方前提是你要 连贴着右边 他就会把你吸过去 跟有一个图是一样的 跟那个流伤驱水 有个地方是一样的 他把你吸过去知道吧 哇这这样凌晴大失误 风仔又给了个大礼包啊 这一波鼠师有点下 啊啊啊 哎 两次都在这 两次都在这 而是风仔这个第二圈这个地方 甩的特别极限哦 但是但是但是 很好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说法 这个地方是整整个地图 最大的一个失误点 有没有说法 凌晴好肥啊 那这样的话 风仔不可能再给了呀 风仔有可能再给 给不了了 给不了了什么 而且而且这个地方 对抗是很难对抗的 这个地方几乎没有人 历史上没有人玩卡位对抗成功 对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他对抗可以影响到对面 那自己的代价太大了 对 虽然这个地方给我们脑子里面感觉 哎呦那个地方 他那个墙突出来 是不是很好玩飘移啊 其实不好玩飘移 不好玩飘移 这个地方很难玩飘移 对 他在那个墙卡住了 卡的时间有点久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在 不好打 真不好打 可以 不好打 你如果说不卡那一会的话 那你这个调整就太快 因为归根记忆 他的车头脚都是正的 你怎么照着我说谁不好打 呃 呃 这个比分来看您听落后 那现在是您听 暂时不好打 你看这个弹幕都已经说了 让一追五 都开始让一追五了兄们 这么火转吗 给直播间训练们提前开播甩图啊 那咱们第二波甩图等到那个 呃 如果有熬战的话可能还可以开 如果有熬战可以开 如果是没熬战 咱们就等到比赛的时候再开了 其实这件事情是 来第二波第一波 先开个三天赞是吧 每天都开的 直播今天提前开的 一般都是9点45分才开的 给各位直播间训练们说一下 咱们直播间每天晚上一般情况下 都会发三波抽奖 只要我在这里播飞车 每天晚上就有三波抽奖 三波抽奖平均一天加起来 应该会有1万以上的飞车钻石 在直播间抽出来 对 你去官方直播间抽1888点去 还不如在我这里多准备一张截图抽 每天晚上至少 他妈的有1万多的钻石 对不对 好了点击下方 你们斗鱼手机竖起来 下方会有个黄色的按钮 一键参与 点击一下那个按钮 就会像你看直播间这开始刷屏了 它这个弹幕是自动发送的 自动发送一条这个弹幕啊 看到没有 下方有个黄色的按钮 点一下你看 点成灰色了 就已经可以参与了 参与完成之后 就算你已经是 等一下中奖 就有可能中到你了 然后呢 只需要准备好一张截图 这张截图准备一次 每天直播间都可以用 因为我每天都开 我不是说今天双狼大战才开啊 每天都在开 每天都在开 每天都平均都有1万以上的钻石 好吧 具体是哪张截图呢 很简单 那么直播间右下角 弹幕区右下角 有个紫色的小手柄 花两秒钟时间点开 把它点开 下载好星剑奇缘 然后呢 下载好之后 在星剑奇缘的游戏界面 给我截个图 我就要这张游戏界面的截图 把这张游戏界面的截图 保存在你的手机相册 再回来我直播间 等待中奖 谁中奖 我斗鱼就回关谁 回关你了以后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把这张截图 给我发到斗鱼后台的私信 一个人拿走三千钻石 当然这三千钻石是第一步 三千钻石其实也不多吧 哪天你给我直播间破个万 我肯定发三万 但是目前为止 没实力啊 那只能发这么多了 对不对 电脑版的斗鱼 你自己研究一下怎么参与 你拿个手机参与也不难吧 对不对 拿个手机参与也不难 好啦 兄弟们 那这把比赛已经来到了一个2比1 已经来到了一个2比1 你们可以提前预测一下 这场比赛有没有熬战 熬战应该是 这场比赛有没有熬战 应该是有的 熬战的话应该是有的 原尊是可以用的 只要在我直播间的截图 都是可以使用的 都是可以使用的 其实也没撞到 是封在单纯测直线的 反正就是疾风机场最后一个弯 其实不好对抗 其实不好对抗 熬战车间 两个人白狼 882和917 那封仔还是快一点 封仔还是快一点 都用到白狼 那狼队有赛车加成 我自己的车 就跟科尼赛格封仔跑起来 感觉就是自己的主场一样 一个顺测 白狼会有技能持续到第一个弯 弹射甩尾 封在这边是碗弹射 被顶了 两个人都顶了 凝青一开始是把封仔卡速度了 但是封仔这边没延上 要重开弹器 封仔是没气的 好这边还要不用卡了 不用卡 这断空飘可以提前击满 击满弹器以后落地会击满剩下半管 再来个顺测 ECU 凝青路线非常好 一个外切内 这边封仔应该要提前飘移 应该要内道快出了 我还是甩尾吗 还甩吗 凝青这边的路线压车调整调的非常到位 就是刚刚已经被打乱了的基础上 调整的非常快 我稍微卡的断了一下 好顺测 延续 再空开弹器 封仔这波慢速了 封仔这波慢速C++6 再弹射甩尾 这把已经拉开了0.5秒差距 0.5秒差距 主要看那个ECU点 那个ECU点 如果能追上的话就追得上 如果ECU点追不上 只能等后面那个进到了 就那个延续点的那个进到 好这个点 这个点两个人的路线都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点暂时没有拉近距离 凭借一个直线的后台 两个人同时失误了 再来个千顶后台 但是顶出来了 但是弹出来 他已经没有角度了 已经没有角度了 压车走位 甩尾快速出弯 反方向的车身的飘移 再来个空奔的落地 直接延续到你白狼的小奔时长 完全够用 棋手断空腰 反方向再来个快速出弯 1分20.72 拿下第一 非常好 哇 这把两个人都有 不同程度的失误 那是清风 是的 刚才的那一个弯 那是龙厚 怎么反正都是最好的对手就行了 对 怎么能在一个弯正两人给叉子 叉子 叉子你知道是什么 我知道 就把那个疯仔那个挤着 你给他听到 妈的你们是真过分 把宁清是丁卓 丁卓还不够 又把他搞成沟虫 疯仔 疯仔又把别人那个 外面那个包围给取掉 变成叉子 然后还要把那个单人盘 把单人盘 单人盘再给去了 我一开始都没反应过来 他们说叉子是谁 叉子 我真服了 现在这些人已经这么离谱了 跑来圈吧 这拨抽奖还剩多久 把这个竞猜这个界面关一下 看一下 还剩5分钟就结束了 还没有参与的 记得参与一下 右下角紫色的小手笔 提前准备一下截图 提前准备一下新剑奇缘的游戏截图 回来我这边等待中奖 中了奖以后一分钟之内发过来 意思就是什么呢 临时去准备肯定是不行的 肯定要提前去准备 临时爆火角肯定是不行的 当然你准备了一次以后 这张截图在手机里面不要删 每天晚上的抽奖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使用 每天晚上会抽三波 第一波第二波基本上都是固定的钻石 第三波是根据你的游戏等级 越高就拿到越多 乘个20倍给你反钻石 现在比赛已经是来到了 2比2了 2比2了 刚刚有弹幕还说 让1追5 这种高手之间的对决 哪有成是 随随便便让1追5的 随随便便就让1追5的 开玩笑啊 让1追5 真的要这么简单 让1追5 我只能说 这两个人的水平 这是强击啊 这个是 你别说 中间这个过滤抽奖弹幕的 真好用 真好用 现在你们发弹幕 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之前我们没有这个专门的插件 现在我们有插件 把那个1分钟甩图 那个抽奖弹幕可以过滤掉了 你们正常发弹幕 我们是可以有单独一个列表看得到的 很爽 那之前就是一开甩图 弹幕就没法看了 现在就很爽 现在就能看了 你们怎么过滤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可以设置了吧 因为我玩了这么多年 斗鱼都没完 明白他怎么设置 抽奖弹幕 我这边是可以过滤的 就是大家 那个一键发送的 那个抽奖弹幕 我在这边是可以过滤掉的 实在不行 你们屏蔽一下关键词 您听 每次都是断鸟吗 直接顶开了 结束了 结束了 那这把其实是结束了 其实这张图 最佳的一个跑法是 双侧生起步 不用断空卡器 落地直接一个 强行一个 土农民甩尾 不要牵引 牵引会降速 牵引会降速 土农民重杀 才是真神 知道吧 对于第一个弯的极器 当然165给54 这个的话 风仔不会这么要29小了吧 因为你要知道 风仔这张图是很快的 已经差不多要跨越27了 差不多要跨越28这重必着 哇滴吧 这什么路线 这个路线 集中极限中线 29中的单圈 45.8的单圈 如果再极限一点 还有29大 再来个弹射稍微 但是没有什么关系 45.8的单圈 可以跑29.1了 开玩笑 看下这里细节 好像 还有29 29.9了 没了 这个地方拐不过来 连不上 强行压车很伤的 强行压车延续是可以延续 30.17 确实能看得出他这张图功底深厚 他这张图功底深厚 真的是功底深厚 还跟宁青是完全相同的位置 下一秒转到宁青的时候就凉妙了 特洛伊环城这张地图 风载的练度是真的挺高的 这张地图它对于 它练度高就高在哪 起步的理解 这是第一 起步理解就把宁青给爆了 宁青那个起步是真的是不好对抗的 然后我说了 现在特洛伊环城的最佳起步就是双侧身起步 第一个跳台直接走 不需要像之前一样 之前我们是什么 我们即时是断疗起步加断空飘卡器 对不对 然后实战是双侧身起步 第二下侧身速度都没起来 就来个断空飘卡器 现在双侧身起步 第一个跳台直接不用管 直接直接走下去 一个大的土农民弹射 直接击满去 如果有人卡了一下你的话 那就W卡器CW 对不对 就这样是最佳的一个起步 最佳的一个起步 开奖了 看看这波谁中的 卧槽 这个人叫什么 时期太小满足不了 恭喜这个兄弟 你的ID有点太逆天了 时期太小满足不了 恭喜这个兄弟 来回关他 即时一分钟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的时间 把这张新建奇缘的游戏截图 给我发过来 一分钟的时间 那么如果是新来直播间的兄弟 不知道怎么去准备这张截图的 我再说一遍 右下角 右下角有一个紫色的小手柄 或者是刚刚你插掉的一个小卡片 新建奇缘 两秒钟时间下载好 下载完成之后 点开游戏 在游戏的主界面 左上角有等级的是什么 截个图就行了 把这张图存起来 你中奖了 发给我 发过来了吗 27秒 27秒发过来了是吗 这把第一波甩完了 比赛都还没打完 我操 等下有熬战的话再甩一遍 再甩一遍 那把这把第一波甩完了 比赛都还没打完 我操 等下有熬战的话再甩一遍 有熬战的话再甩一遍 有熬战的话再甩一遍 它的屏幕下面没有头像 看不到人就远 都不用看在级组图 哦 撞到外奖 拖到外奖 我感谢速血之地送出的一张粉丝通行之间 不好意思 有一些漏了漏了漏了 我刚刚比比赛解说太投入了 感谢暴击之王送出的半卡 谢谢突驴跪下叫小哥男神 你的妈小号开多少个小号在我中间 什么小号啊 突驴跪下叫小哥男神 你妈真的是太自恋了 你这小号 一家的真的 感谢桂林第一美男子马牛逼送出的两张半卡 你看看别人这ID取得多好 那哪像上一个人呢 哎我去你是真的 整天在我直播间开小号一点脸都不要了 两个虚虚怪 这边两个人都是单侧生起步 林青又 啊 这林青什么情况 不会要被5比2了吧 失误了 风仔 风仔失误了 但是风仔刚才出现一个拖飘 风仔刚才这拖飘失误不小啊 好林青的弹射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好快啊 这快速 这一个快速拉开0.1啊 林青这边压车 123 四下延续 最后一下不延续 自然断弹 暴力入弯 反向顺车 ECU走位 我这个距离0.5是真的必须要风仔给机会了 林青再细节再细节也没有办法去后追 必须要在风仔给机会的前提上 那没了 因为这个地方他出弯超之过急啊 你说他不急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办法 特别好的办法去 在这个0.5秒中去进行一个后追啊 那风仔这边两个快速延续 空碰多DCW 03.94我不慢啊 我去吧 一个脱飘的情况下03.94 一个脱飘的情况下03.94啊 刚才不抽奖在审核啊兄弟们 刚才不抽奖在审核啊 因为我们这个抽奖发的这差不多有 大半年的时间了 大半年的时间了 之前有不少疑似工作室的来我这边抽奖啊 那种你就不要想啊 我怀疑你疑似工作室的 我肯定是不给你的知道没有 即向后追的时候 他的风险 上强的风险 失误的风险 其实在无限的变高 就是在这个赛季 而且 这给的太大 你要说失误的话 我感觉完了呀 这年轻 4比2能追上吗 我感觉他追不上 他如果能追个两分还有加赛 他如果能追个两分还有加赛 如果他追不到两分的话 加赛没有了 你干嘛你干嘛 又有人 我妈的跟我玩了就变菜了 那把所有东西都推到我身上 说我找别人玩了 把别人拉下水了 我干你拿的 真的是 妈的 又是我 合着我找他们玩 他们就变菜了 好 这群你发个收款码 发收款码发收款码发过来 把你的微信或者 植物宝收款码发过来 随便发一个都可以 随便发一个都可以 嗯 我自别饿了 嗯 为啥呢 感觉没之前那种感觉 给我们看到的这些图 嗯 但是前后看的还不太一样 你说急风机场吧 其实那张图 呃 他是 衔接的过程当中 银青退役直播 什么大副都有 我说实话没错 但是 问题就问题 最大的问题在于 你知道吧 联赛联盟是不会放这几个顶尖的选手走的 如果真的放走了 这个联赛就没人看了 这个联赛其他队伍有没有人看 联盟自己心里没点B数吗 直播间的弹幕心里没点数吗 我们心里也有数啊 这联赛就靠着就靠着几个选手撑起来 这联盟会 这联盟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收收在收在底下知道吧 不可能放他们走的 包括那个云海也是 即便他现在实力没以前那么强 那个极强物的一个身份也不会放他走 结束了感觉结束了感觉是结束了 哎 银青今天的这个表现 总是怪怪的 就是卡位的话也有点 老是卡不到 风仔这边这个距离可以求稳 这个距离是可以求稳 这个地方卡 这个地方顺测测了好多气出来 根本都不需要卡 0.8 甩尾 好就看这个15点了 这个15点压车没问题 后面没15点 怎么说 开弹器看前面 来压车 压 哇完美压车这打锚啊 哎是银青追0.4怎么追的 哎银青怎么追这么快的 哎不是0.8追到0.2 而是来了一个小的暴地 必须要撞 撞不到 撞不到撞不到 他想撞歪一道 他肯定撞不到的 哇追的确实快啊 但是你这怎么撞啊 撞不到 哎这银青 银青 来我是挺 我是挺 挺惊讶的 他是怎么追这么快的呀 看起来是有些绝望的 他看到了风仔绕了一个大弯 他选择的那条冲撞角度 是完全碰不到风仔的 他能碰到也不行 对 走的是外道 对 他除非把风仔也撞到劲道之外 但是不可能啊 是的 他是怎么从0.8追到0.2的 因为我觉得0.8已经没有机会了 好第一波发过去 第一波发过去啊兄弟 来 哎呦他妈的这个曝光 给你转到微信上了啊 这是微信啊 微信 如果收S没关系 你发鱼巴截图 那个让那个兄弟把鱼巴截图发一下啊 就是我们给你转上的鱼巴截图 可以赛一赛 赛一赛 那肯定一赛下面可能兄弟们都说 黑幕 没事啊 没事 不要慌 本来说加赛 如果有加赛的话 我要底妈熬战 这波再开一波啊 没事 等下9点45比赛的时候 咱们再继续开啊 这波鼠石有点伤 太伤了 没撞到 真的是没撞到太伤了 我前15秒左右 我就跟你寻求一次对抗 一次有效对抗 成了之后 后排这是我的计时 是 让我们再次恭喜风仔 恭喜风仔 拿下这一把就进行 战胜了宁静 为RST再多一胜 没错 而且 已经来到了常规赛的 可以说收官阶段了 今天第五周 的比赛已经全部打完了 对 下一周 就已经是最后一周了 我也相信 就好家伙 为什么 为什么每一次 为什么每一次 都都是说是跟我有关系 妈呢 在接的一些 讲讲评选上 咱不